好 那我们持续来关注到台风 目前就来看一下 它现在依然是一个中度台风 好 凯米在今天两天 今天早上两点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 已经正式接触到我们的陆地 那它呢 其实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而且它的速度有稍微再快一些些 目前它的位置就在宜兰东南方 250公里处 它以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 朝着西北 接下来要转西北溪的方向要前进 那预计要最快在今天晚上 它的台风中心呢 就会登陆 那大概会是从宜兰这边登陆 那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的风数 是每秒45公里 所以换身下来大概就是14级正风 那瞬间最大正风呢 每秒55公尺 大概就是16级风 那它的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 目前是250公里 10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 也有来到90公里 所以这个台风还在持续的增大当中 它也持续在变强 那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从这个雷达回波图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好来看到雷达回波图的部分 台风真的就已经在我们的家门口 那它的暴风圈呢 其实已经正式的出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云呢 就会这样子开始逆时针的旋转 所以目前整个北部地区 雨势会来的比较明显一些 那另外就是整个山区的部分 今天也都有可能会出现超大豪雨的一个情况 那到了下半天开始呢 台风慢慢的接近之后 它的外围呢 因为它是逆时针旋转的 所以它就会把水汽直接甩进到我们整个西半部地区 那包含了中南部地区 今天的雨势也会来的蛮大的 也都有机会下到豪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两天呢 没事真的就不要出门 那我们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 目前台风真的非常的接近了 那要提醒大家 沿海地区都已经开始有风浪了 沿海地区呢 目前会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 那在我们市区呢 也大概会有7到9级的阵风 另外在海上的部分呢 东部的海面平均的风力 现在已经来到了9到10级的阵风 北部海面呢 也会有7到8级阵风 那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我们之后 全台各地的风雨 都会变得更强一些 那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 依然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天气 但是因为台风来了 所以呢我们的温度有稍微下降 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 大概是29到32度左右 那要提醒东半部地区 还有金门 因为呢在被风测 还有台风外围环流的沉降作用 所以今天是有可能会出现 36度这样子一个焚风的天气状态 那这个主要是台东以及金门的观众朋友 要比较留意的部分 好我们从定量降水预报图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雨会怎么下呢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早上8点 到晚上8点的定量降水预报图 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是会下雨的 那雨是主要呢 就是集中在整个宜兰 还有北部的山区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今天是首当其冲的降雨 会来的比较明显 特别呢是宜兰地区 这边都有可能会出现 超大豪雨的一个情况 那随着台风开始逐渐的靠近 甚至登陆到台湾之后 我们来看到今天晚上8点 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个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就会来的非常明显了 因为随着这个西南气流 把这个水汽直接带进来之后 整个西南部地区 就会开始下起超大豪雨的一个部分 所以看到慢慢的 整个西南部地区也会开始下雨了 那再到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 这一段期间呢 台风开始呢 要慢慢的出海了 可以看到整个西南部地区 还有呢 包含了中部地区 很明显的雨势 就会来的再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的主要降雨 就会集中在这两天 那明天雨势会来的更明显一些 那可以看到台风开始远离之后 北部地区的雨势 在明天就会稍微比较小一些 所以北部地区主要是 今天雨势会来的比较大 那到了明天开始呢 就是整个中南部 还有这个西半部整个地区呢 雨势就会来的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也提醒大家 这两天呢 没事真的就不要出门了 那目前今天释放台风架 明天还会不会放呢 我们就要等各个县市政府 他们陆续宣布 好那我们也来看到 豪雨特报的部分 今天要提醒全台各地的观众朋友 都是在豪雨特报的范围内 那超大豪雨的部分 主要是集中在山区 所以包含了台中南投云林 嘉义高雄 屏东跟宜兰的山区的部分 可以看到紫色这一块呢 主要就是我们山区的部分 今天都会有超大豪雨的一个部分 所以没事真的也不要前往山区 这个落石参放的情况会蛮严重的 那大豪雨特报呢 是包含了新北桃园 还有新竹县苗栗跟台东 那主要也是比较靠近山区 还有近山区的部分 我们的降雨会来的比较大一些 所以会是大豪雨的一个等级 那么豪雨呢 主要就是基隆台北 嘉义跟花莲 今天平地的部分都会下起豪雨 那主要就是因为台风 开始慢慢的在接近我们了 尤其它的暴风圈 已经正式接触到我们的陆地 那大豪雨特报的部分 就是新竹还有彰化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 都是在这个豪雨特报的范围内 所以大家呢 没事真的就不要出门了 那尤其西南部地区 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今天还是刚好是适逢大潮 所以呢很容易就会海水倒灌 那沿海还有低洼地区 就要特别留意都有可能会发生淹水 这样的灾情 好 最后小丁 你有几件事情 我们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呢 这个风雨只会越来越大 那包含了很多百货公司 今天都已经宣布他们是关门的 所以大家就乖乖地待在家里 那山区主要呢 就会是下期局部大豪雨哦 那今天刚好适逢年度的大潮 所以沿海地区要特别留意 还有低洼地区都会很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事情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